我一面说 一面留意个人的神色 只见约有十一二人 面色为之大便 白老大面色 也难看之极 但是他却立即赤道 这是七邦十八会之事 不要你多管 我一笑道 我自然不会多管 但我相信 在此神唐天祥子后 令郎必有意带他而起 成为贩毒 走私集团之首脑 穷心却是不小 白老大冷笑道 小犬虽然不才 但是却还不至于 像阁下所说 那样不堪 我知道 要一个英雄盖世的父亲 相信他的儿子 是一个非常卑鄙的人 那是一件十分困难 几乎不可能的事 我只是道 我未曾取拼这二十一块钢板 秦正气的那块 在我这里 白老大 我带秦兄弟交给你了 我摸出那块钢板来 放在白老大的身旁 白老大道 为兄弟 那二十一块钢板 若不是你取去的 那又是谁 我立即道 可能是令郎 白老大 哼 第一声道 他已被我立即扣起 身上藏有二十一块钢板 我焉有不知之理 这里许多人 各个都已为了表明心悸 而将互搜紧过了 除你一人而外 还有谁 你若是一定不肯交出 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大厅之中 显得十分寂静 我站在众人的当中 心中在拼命思索 过了四五分钟 我才道 白老大 既然是这样 那么照此看来 这二十一块钢板 只怕还在会议室中 白老大冷笑一声 道 你找吧 我一个剑步 向会议室的门口走去 众人都跟在我的后面 我虽然已经揭发了 白体伪的许多丑刑 但是 即使是同意放我离开这里的人 也都以为那二十一块钢板 是被我取去的 我若要脱身 非找到这二十一块钢板不可 我心中毫无疑问地肯定 钢板是白体伪所做的手脚 但当时 我一进电梯 便听得有人追出来之声 可见会议适中的混乱 恢复得极快 而白体伪多半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将那二十一块钢板运到远处去 我更可以料定 在他的同党之中 绝没有敢于将二十一块钢板 藏在身边的人 那么 钢板实在可能还在会议室中 我一马当先 走进了会议室 一个剑腹 来到了那张圆桌旁边 众人将我团团围住 我俯身细心去查看桌面 就俯下身来 仰头去看桌面的反面 我记起有一套魔术 是可以将放在桌面上的东西 变得不见的 那是桌面上有着机关的缘故 白体伪可能料到 众人会将钢板摆向桌子中心 可以在桌面中心坐下机关 我相信如果不是白素为了救我 而突然吸了电灯的话 当二十五块钢板一起集中在桌面中心之际 电灯也可能神秘熄灭一分钟或半分钟 而当电灯复明之际 钢板也会不翼而飞 但是我细细检查桌面的结果 确实毫无发现 众人都冷冷地望着我 实看天道 为朋友 咱们别做戏了 我立即道 白老大 你若是不让我找下去的话 我就停手 白老大道 你继续找吧 我退开了两步 细细地打亮那张桌子 约有五分钟的时间 抬竹张椅子 仔细找了一遍 也没有什么异状 我心中暗暗发急 又待了一会 突然想起 那二十一块钢板失踪之际 谁也没有听到声响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时间和室内的混乱情形 又是在漆黑的禁闭之中 绝不可能拾取钢板的人 小心地一块一块拾起来 而不发出一点声音 就算是用一条极厚的毛毯 将那二十一块钢板裹了起来 也不可能不发出声音 我想了片刻 百思不得其解 便道 白老大 你可曾想到 那二十一块钢板 突然失踪之际 一点声音也没有发出这一点 白老大道 讲道过了 我正想问你 你所取的是什么法子 我哭笑一下 道 当我们找到那二十一块钢板之际 就可以知道了 白老大道 你不妨慢慢地找 我们一定奉陪 我在会议室中 上上下下 足足找了半个来小时 却是一无结果 我额上不禁冒出了汗 站定了下来 闭上了眼睛 钢板的失踪 不是白棋伟亲自下手 便是他的党羽下手的 但就算是他的党羽下手 也一定要得到白棋伟的号令 白棋伟是怎样发出号令的呢 多谢